你的TikTok从六万升到十二万 对 我十四了 十四 抱歉 对不起 对不起 TikTok一哥 喜欢一喜欢 大家好 我是六月 我们今天是来到了长寿剧的拍摄现场 趁着他们放饭 赶快抓到这两位现在TikTok上的轰人 欢迎两位 大家好 我是Kiki 林昭婷 大家好 我是郭坤耀 何文 我相信很多朋友刷TikTok的时候 看到你们的影片 不满您说 我也有刷到 虽然我没有追踪你 不是 是因为 听我解释 是因为我的TikTok没有在玩 那你为什么觉得那个视频会爆红 我觉得是因为Kiki吧 主要 对 我现在是Kiki 我现在不是我 我觉得Kiki演得太好了 因为有些人没有看过 他不知道点击率有多高 两千三百多万 我没有想到他会爆到那么好 真是纯粹想要玩的心态 我们在拍戏的当时就有空档的时间 有休息时间 所以我看到Kiki在我对面 我就跟她讲 你过来一下 我们拍一个TikTok 所以我们去了一趟 我们就讲 最近流行那个JiggerJigger 我们扮演一些角色 既然我是医生 你是病人 然后我就跟她讲 你就跳到一半 你就晕倒 可是没想到她晕倒到那么漂亮 我确实有看到讨论他想说 这个人晕得也太美 晕得也太好 看晕得也太像 你要不要教一下我们要怎么晕倒 没有 重点是 因为之后我有投一些TikTok 然后有人说我头发是假的 他讲 这次是个蜜 我就来 你跌了几次 一次 一次 我们那一次 对 一跌而已 哥 你现在还可以再跌一次吗 你要我跌 你看 他就是这样跌的 你有学过 是吗 可是他跌了之后 他在后面还在笑 其实一开始投上去的时候 其实有被讲 有一些观众们 那些看视频的人 他们就说不要玩 因为他们以为是真的 刚好我的翻译也写着 TikTok投票更重要 所以最后我们就放了一个讨论 我们就放了没有我们在拍戏 你这样子要写 就是拍摄期间没有人死亡 看到那些留言之后有影响到你吗 其实有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过去找他 他跟他讲 我们是不是把他拿下来 因为有时候会玩得太大 然后被人家误会到 对 被人家讲 然后我们就想 好 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 我们就发现一个讨论 对 然后就有人帮助我们 就是说你的演员 这样你们有没有很自豪想说 我的演技高超到 Kiki的演技 应该觉得是真的 没有 你的TikTok从六万升到十二万 对 十四 十四 抱歉 对不起 对不起 第二个 感觉很自豪 很开心 可是我觉得蛮多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 因为那些视频爆红之后 其实很多留言 他们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 他们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慢慢一个一个翻译 有印度内亚的 有印度内亚的 有台南亚的 你还有认真 一定花很多时间 对 我慢慢一个翻译 要看吗 那你觉得他们最终你是因为什么 你的美貌还是 没有 我觉得是好笑 不可能是美貌 有可能是他的美貌 不可能是我的美貌 那他干嘛追踪你 他追踪我 因为那个视频是我发布的 如果是他发布的 就追踪他了 可是那你的TikTok追踪者有声 你觉得你再捅他一刀 你都会很惨 我好奇 有 一点点的 那你们有没有想 不过接下来就是拍器的空档 还有什么内容你们想要做 就是关于TikTok 还是你想要特别找谁 进到你们TikTok的视频里面 你会很开心 昨天在拍一部戏 然后我问了阿姐 贺玉姐 要不要跟我一起拍 然后她说她不擅长跳舞 所以她宁愿跟我做 对 我觉得很多演员 现在她们就说她们不擅长跳舞 她们以为TikTok只是专门跳舞 可是讲真的TikTok不是跳舞 你可以做很多其他东西 对 因为我问Pier 我就跟她讲 你要不要拍一个TikTok 因为她是Hollywood的歌手 有可能我招待她的时候 我又在爆红 可是她讲 我现在要跳舞 我可以跳舞 我跟她讲 你只要跳舞 你不用跳舞 因为我觉得TikTok 你拍什么都可以的 不一定要吃跳舞 你们帅 有观看 你们美就有观看 对 搞笑就有观看 直接这样 一百个 对 真的 或者是呢 Diland Diland 这样 不 一万个 你刚刚有讲到像Pier她们 你觉得如果Pier跟你一起拍 你会想要跟她拍什么 我刚才有在想 因为有些视频我在想 他很多点子 真的 有可能就是我作弄他 不论就是他作弄我 其实Pier也是很喜欢作弄的 他很包含 你们不会觉得很爆料 Pier很喜欢作弄的 不会 我觉得他很贴心 他人超好 你们很全 真的 要为你们一个比较严肃一点的问题 对 就为了拍一个TikTok的视频 然后他就去戏弄那个Oran Futan 其实是蛮严重的 有受伤 对不对 我觉得不应该 因为如果你要拍一个视频 你要好笑的话 你可以不用去害到别人 而得到这些观看 我觉得不只动物 如果人与人之间 你想要玩一个骗 至少你不要玩得太过分 就是尽量不要做这种 会扰乱到别人生活的事情 我觉得 那有没有哪一支影片 是真的你做完之后放上去 你想说 后悔 我跟你讲 以前TikTok叫做Music.ly的时候 TikTok叫做Music.ly的时候 我开始经理你讲历史 我不知道 我的工作 我就做那个打拌 有没有 然后我还是做到很 很酷的那种这样 那种 我现在回看 我觉得我很想吐 那时候我刚刚学化妆 所以我的那个眼睛是往往重来的 当时没有爆红 当时没有爆红 没有 有可能现在你画 有可能会爆红 我之前有拍摄一个视频 就是做一个演戏的 对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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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演出来之后 我就拍摄上去 我觉得不错了 不错了 然后很多留言讲 很幽默 什么时候 我看到这个 拿下来 直接拿下来 那话不说 对 我们今天给你一个机会 你在前面这边对 不要 不要 Kiki 你站在她背后 她站在你前面 然后你讲话 然后她对 大家好 我是郭坤耀 我觉得Kiki是最美的 就这样 再加一句 再加一句 去追踪Kiki的TikTok 我直接讲 去追踪Kiki的TikTok Kiki Lim 不是吗 是吧 是 我不懂 我没有玩TikTok 很惨 你要禁止 我是惨 我真的被禁止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订阅 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漏看